台湾一年的水蜜桃的产值就有16亿 而现在呢即将进入水蜜桃的产季 但是也有业者专门进口外国的水蜜桃 认为未来的品质比较好 如果其实拿起来做比较的话 口感吃起来台湾的是比较Q 美国的是比较脆 而品质好的国产水蜜桃 现在一颗要160 比一颗100的美国水蜜桃还要娇贵 有些水果行就能卖出200颗这么多 一刀切下多只饱满的水蜜桃 飘出香气汁液也立刻流出 进入水蜜桃产季 水果店摆出刚到货的台湾水蜜桃 一天就能卖出200个 总共380 谢谢 本土水蜜桃民众抢着买 美国进口的水蜜桃又大颜色又红 拿在手上分量十足 也是有人爱 有些店家认为进口品质比较好 还只卖博来品呢 是不是外国水蜜桃比较甜 实际测试看看 进口水蜜桃甜度约15到20度 国产的稍微甜一点约有18到20度 其实差不多 咬下一口都是夏日的美好滋味 它的口感比较绵密 然后比较入口气化 我觉得台湾是比较脆 比较甜 它好像稍微比较有点脆度 对 然后这个是就是比较软 国产进口各有支持者 不过拿来比一比 美国进口的水蜜桃颜色比较红 吃起来口感比较脆 价钱一斤大约300左右 台湾水蜜桃外皮颜色浅 吃起来软Q 但是品质好的价格 甚至高过进口水蜜桃 它自己来若是细的 然后水又多又甜 然后进口的话 它若是稍微有点软 他们觉得我们台湾水蜜桃还不错吃 水蜜桃在台湾一年商机破16亿 现在慢慢进入旺季本土进口的水蜜桃大战 也准备开打 中心转无家门头热议台北桃报道